刚才我吃了萝卜 因为太好吃了 我都不记得说 萝卜没有渣 咬下去又够腍 趁这个时候 可以虎摸一下它的猫头 它就不理会 哎呀,不是 你天天还没喂它吗? 它经常闻我的手 可能我刚才吃过牛杂 全部进不了 而且二楼已经见到很明显 全部都黑了 这几个位置 白花地白合原 唯一一个好消息 就是没有人员相望 它是近乎我最喜欢那种 煎到皮很脆那种 但它整块都是 好最好吃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方川越城路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 今天我们就过来 方川越城路路逛逛逛 原先女儿是不跟我们过来的 但是她听见 我们又说去吃牛杂 她就一于过来 不过有个问题 是这样的 那个牛杂当 我们上次吃过的牛杂当 不知道会不会开门 因为今天是国庆假期 刚才我们经过 明太煲仔饭那里 也是关了门 因为是国庆假期 所以路面非常安静 平时塞车的位置 都没有塞车 吃完牛杂之后 我们应该会去中市市场买菜 话说是这样的 中市市场早前火热 不如我们又去估计一下 看看她现在搞得如何 吃完之后 原先我计划 就跟老婆去吃过桥米线 如果女儿来 不知道有没有计划要改变呢 我们吃了牛杂再说 那女儿今天一起来 特别幸运的 有开门 而且并不多人 我们这次可以买大份点 而且上次吃不到蒜蓉辣椒酱 我已经挂着挂着 今天一定有 就在这里 慢慢选 我要吃牛肺 还有面筋也要 这个是鞋楼吗 是鞋楼吗 没问题 要多一寸 要两寸 两寸 绑要吗 不要绑 不要绑 要牛腩 牛腩 一寸牛腩 正好 要面筋 面筋 面筋一定要 两寸腸 要不要 要一寸韭菜 韭菜切 我吃 要蘿蔔 要呀 要蘿蔔 要是 我们真是幸运 我们真是幸运 是否口中没有过来 真棒 今天有蒜蓉辣椒酱 这是什么酱 番茄酱 不要 蒜蓉辣椒酱 这也算是牛腩 经济实为17元 17元 我们自己拿 多做些蒜蓉辣椒酱 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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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档无奈 我们4点钟出门口 现在4点多 我都不知道 然后刚刚又没什么客人 阿姨的东西煮得很漂亮 而且昨天休息 今天开档 阿姨说进来这里 里面有个地方 可以坐下慢慢吃 我估计应该是前面有些小朋友 在那地方 我们坐下慢慢探 两大盒 只花了17元 等云南过桥米线 都不知道怎样吃 等下再算吧 就是这样 他们先吃 吃剩下才到我了 女儿就抢肠了 你在吸引我了 他们在吸引我了 我一只手 一只手要拿着这盒东西 一只手要拿着摄影机 所以就等一会再吃 他们在吃牛杂 我带大家欣赏荒川合庆丸 都是以前80年代建筑的风格 有家装电梯 刚才老婆已经更正我了 她说 这个屋苑是90年代开始兴建的 面前这里有个公园仔 很多人坐在这里吃东西 好像我们 前面的哥哥也是 如果是去到 要炎核酸的时候 这里又变成一个炎核酸的地方 我做一件 做一件小肠 做一件面筋 吃牛杂就有点好处 我嫌他们 放的那些 辣椒酱太少了 趕不久了 下面有很多废 今天就没有要那个牛肠 我一定要一些面筋 面筋好吃 他们的汤底 不会有很多汤料 对呀 不是很浓的 有时候太浓 那些人不喜欢吃的 女儿这碗 就说全部都是 看着写的 全部都是肉丸 我先在这里做一粒小肠 那些肥都洗得很干净 是吗 对呀 白色的肥 白色的肥 如果 完全 没洗过牛肥 没醉过牛肥 以为牛肥就是黑色的 当然不是 只好可惜 蒜蓉酱太少 不过算了 无所谓 有时候辣椒头 落重手了 吃不到就更糟 这些牛肥 这次再试清楚 上次牛肥 是有咬口的 就不像是炆得很软 做一件 女儿不吃这个 她不吃韭菜 两大盒17元 还要好像送了两件萝卜 是吗 还有我猜的 可能我们来得比较早 第二 可能有些写旧的妹妹 她们今天不需要上班 所以刚才看上去 就没有以前那么爆棚 可能晚点会热闹点 好吃 还有很多牛丸 刚才我吃了萝卜 因为太好吃了 我都不记得说 萝卜又没有渣 咬下去又够腍 又够甜 还有没有苦结味 让我想再吃一件 好 我们吃完之后 就可能去买箱面 旁边街 走出外边 大家看看这个世界大转 第三次 这个美国喜欢黄色衣服的 前边跑得最快的 应该是 我们又吃饱饱了 现在准备买菜 不是老婆带我进来 我都不会进来合兴园 这边 合兴园的大名 听得多 进来 第一次 绿化 又挺漂亮的 还有街坊 在这里打叮叮波 还有很多房间 都已经有家装电梯 家装电梯 便方便很多 隔壁这边 买东西又便宜 搞到想搬来这里住 应该在这里转出去 有档卖面 哎呀 出不了 接着小朋友跑来跑去 树木又够了 接着还有附近的楼价 在合兴园 一房一厅两房2100一楼 60平方2000元6楼 中市直街 一房一厅1500元 又是合兴园 两千六元 差不多 还有钢琴厂 一厅两房 1600元 这么快 我们又出回外面了 我们到前面 前面那边去买商店 对了 在对面过去 我记得了 就是查教士长 为什么呢 我记得那家王振蒙 对了 在这里往前走 可能就回到隧道口 东教南到前面 往左转才是花地大道 买箱面 又开车 就是好 两箱三十七元 两箱三十七元 便宜了三元 现在 约到过四 过半有刀 要一箱这个算了 要一箱这个算了 即是波紋还是竹星 波菜面 波菜面 什么面都有 什么价钱都有 真是刀削面也有 十九个半 还有竹星牌虾子面 很厉害 23个半 你这箱是这里 你这箱是两箱一箱 来 老板 好 我放一套 买好了 不用绑了 不用绑了 就这样拿着 你这箱是两箱 给了你 20元 就是这个 20元一箱 波菜面 白云制面厂 总共1.75千克 就是20元一箱 我们买完面 兜了一个圈 荒村入园 已经要排队了 是吧 很厉害 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荒村 接下来 继续带大家去中市场看 按道理 今天是5号 按我的计划 在7号的时候 应该会有场直播 会在荒村这边进行 然后这条影片 应该在8号凌晨播 大家可以联合一起看 看看荒村现在如何 不过直播的时候 我应该不会再回到 合兴园这边 来到荒村 我们当然少不了 又要充电 这里比西朗更紧张 因为是近隧道口 但价格一样 价格也不太贵 先看看 刚刚开始 数据 不会很快 这里只剩下19分钟 其实是不止 完全不止 到后段 它是会慢很多 上次我们也试过 这个中数 是1.75元 1度 价格还可以 高速公路通常是2元 但如果在市区这些地方 大概是2.3元 如果去到郊区凌晨时分 我见过好几次 那些是很极端的 通常我这辆车 通常1度电 便可以走到5公里左右 当然 这个是要视乎实际情况的 载人和我开的速度 各种因素 都要考虑入去 如果真的可以用到 不要说是豪宜那些 那些太极端 如果是6毫子 1度电 那些就不得知了了 为何豪宜会充得到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电 有些农村地方 它是要用谷风电 城市都好像有的 早上电就贵一点 晚上便便宜一点 如果自己有个停车场 有个车位 泊进去 然后充电 哇 这样便宜了 今天的气温是32度 话说明天会有冷空气 今晚便会有冷空气 今天也非常热 今早我们想出来了 但想到这么热 还是冷一点 下午才出来了 我过过这个 但它一直追着我这边 为什么会这样 它不理他们两个 一拿书包出来 猫就跟过去了 然后进去 它经常闻着我的左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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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又来了 猫 你看看 它是黏着我的 你看看 它是黏着我的 黏着我的 已经黏着了几次了 这里 猫猫猫 看它吃不吃 那么漂亮的东西 它会不会吃不惯 哎呀 又吃啊 这只鸡猫 它是黏着的 懂得吃啊 懂得吃啊 平时应该吃不少 整条吃光了 这个好像是金仓鱼 换个角度看它 哇 走也不愿走了 那个咬烂了 看着被它吞了 你来 你来 我怕你 我怕你 是啦 好 继续 哈哈 好好味哦 好玩啊 好玩啊 趁这个时候 就可以 虎摸一下它的猫头 它就不理 哎呀 不是啊 你天天没喂它吗 它经常闻我的手 可能我刚才吃过牛杂 这个猫应该喜欢吃牛杂 好像有猫仔 是吗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 肚子有点大 这只猫像有了宝贝 这只猫像有了宝贝 不要咬我啊 是日本人 不会啊 吃饱饱 我来啦 金仓鱼 我们如果带猫娘出家 不方便 是的 这些猫肯定会吃 不要咬我 还有点 还有点 出来 不要咬我 让我摸一摸 你的工资 好了 猫玩完了 我们继续去市场买菜 我们买的猫条 或者猫小零食 就是这样用的 看来猫很喜欢这只口味 话说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 买这些猫条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公园里面 看见那只猫 很可憐 没有食物 在海猪广场 在海猪广场那次 然后有观众看了一条片 就说不如 买些猫条放在身上 但如果买一粒干的猫粮 当然确实真的不太方便 所以要换了这种 这种濕濕的 看来猫竟然不喜欢吃 我们进入市场 先讲讲故事 应该是上一个星期的星期二晚 当时我一早起床看新闻 竟然发现中市市场火灾 通常我们会叫中市市场 但现在在新闻手上 又会叫做百合元市场 因为官方是叫百合元市场的 它是二楼的部分烧了 说是那些大制用品 烧着了一些金银衣纸 唯一一个好消息 就是没有任何人员相问 因为它着火的时间 是在二楼的 我现在看到正前方 已经看到那些烧过的痕迹了 就是这里了 上边二楼那里着了火 搞到平时我们在韩式牌里进去 不是有一行街当的 没有开门 楼下亦如是 平时买水果 有时会买特价 全部进不了 而且二楼已经看到很明显 全部都黑了 这几个位置 百合元市场 唯一一个好消息 就是没有人员相望 如果不怕死 昨天还可以看得到 不过我当然怕死 不还好 中市市场百合元市场 又不是只有高高 连有八角子档 这块玻璃 也极有理由 相信是那一刻打烂了 而且这里的路是很合适的 消防车进来不是那么方便 无论在这里或外边都是很麻烦的 都是那句 幸好没有人有事 而且市场继续可以运作中 我们进来这区小巷 不知道雄记会否搬回原线这间铺呢 因为它在伙伙伙传有地方 现在看店应该有高卖的 卖什么? 卖青瓜 几千斤? 过半银钱 给过九 好 市场去哪里? 不知道 因为呢 百合元那里卖菜那些 已经没了 我们不是经常去那厂 随时会减价那厂 斩料厂 对面那些 卖 卖 那个叫什么瓜 卖木瓜那里 就是那里了 已经没了 只能来这边 买少少蔬菜 前边这边就是我们之前买的粽 因为前几天买的桃生粽 还没吃完 今天真的不必了 再买了冰箱 就执不下了 我们会继续往前走 走到前边那里 就真的是中市了 哦 那些菜档呢 原来返回来这里 这里就热闹了 买黑木瓜 25元一个 很糟糕 对吗 这个是不糟糕 这个不是糟糕 这个不是糟糕 有些纸黏着了 为什么没有糟糕 因为从下有 大概8斤 有八斤 我也有八斤 刚刚刚拆过了 这个不是糟糕 这个不是糟糕 对 不错 就行了 粗糞 粗糯 是一个糟糕 是 好 谢谢 这个 看吧 我要 这里真的变得更热 所有人都来这里买菜 买水果 水产各种 我们都买了一个大黑木瓜 25元一个 再大一点也有 28元 又看到斩了档 昨天的烧排骨都还没吃完 买了回去 不过那些是等到你突然没有食物 很饿的时候 拿回来煮饭 这样就好吃了 我们通常走去百年居 不买菜 很少走回中市 很久 看到前面已经刷成这样 那棵大熔树也斩了很久 我们看着那棵大熔树 就被斩了一根 这里就拆完了 没得了 就很有竹竿 没得了 给我刷一下 这小鸡 发生了一根 我给你爬菜 都吃了 那种鸡蛋 也把好家里有什么 再来到此 再来到这苹菜 这样的一家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个位置 在另外那里进去的 现汤 我们刚才看到风率 15元两斤 当然是小粒很多的 小粒过上市那些很多 今年风率特别贵 不是算大小的 算粉不粉甜不甜的 那些叫毛栗 又发现一龙猫 大猫小猫整龙过 我们都很久没进过来这个位置 我还记得前面有个 计当老板娘很搞笑的 叫老板去隔壁那里 这里不能隔壁,只是卖的 就是前面那里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老板当 这里可以出回去 糟了,我出回去往右转 就已经是 好有多那里了 就是这个老板娘 很搞笑的 他做生意很开心 还有前面那档销纳尝试 他已经买过了 现在不买了 现在买了这么多东西 是家福来的 没错 但是他也是拿货 但是他最重要是开心 做生意 对不对 老板娘斩得快 那就开心了 对不对 笑得挺开心的 这个是什么 高山梨 好甜公梨 5元两斤 呀呀,什么可爱 Commedia 你要是老板娘斩く 看最新义 好甜公啊 你好 超市 这里是用数码点餐 所以没有独餐牌环节 他们在点餐的时候 我又说一下刚才充电洗了多少钱 总共用了17元 走了多少个旅程呢 就是我们昨天去增城 今天再过来荒村 大概加上120公里左右 圍到1.5公里左右 差不多1.4公里左右 经济实为用油车很难 下单下单 这些汤子 会把这些汤子放进去 我记得以前 我看过那些生的汤子 一直滚汤浓入 我们现在都差不多了 怕煮不熟 熟的两样都要熟 这个叫做橡拔庞肥牛 那个女儿的叫金菇 不知道什么 总之配料很多 有云耳 肥牛 还有些什么 我先翻译一下 有橡拔庞的 我刚才能生气 这个我未知是什么 还有金针菇 冬菇 然后还有一盏冬菇 还有一盏冬菇 倒入 整个仪式感就完成了 然后拌均匀 那些汤底 我先试一下 还有鸡蛋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汤底 汤底是精华 非常浓郁 你要用碗底 很浓郁 接下来就到 女儿这个 她是未做的 让我翻译一下 有什么材料 又是肥牛 肥牛很薄 再来 这个是 腸仔 我本来想要这个汤底 对 这个汤底似乎挺好的 但是材料你选那么少 没有了 什么材料都没有 我又来试一下 女儿这个汤 应该是酸酸辣辣的 叫做 金菇汤 没错没错 哇 很辣 哇 辣到 非常非常辣 你这次死定了 刚才试过汤底 先试一下肥牛 应该是这个 虽然肥牛不算很大 但是有牛肉味 再来当然要试一下粉 我是想加辣酱的 辣椒油的 等一等 先吃一轮粉 这些粉 再转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种 好像软辣辣 软皮皮的那种粉 就不像我们平常吃的 那些 米粉 桂林米粉 是不同的 感觉上 好像再幼身 一些 很多的 然后 再加一些 辣椒油 再加一些辣椒油 再加一些辣椒油 再加一些汤 这样 汤就不会完全浸在米 我就喜欢这样吃的 爽口一点 像什么呢 其实就像 吃桂林米粉 我以前有同事 在桂林做过工的 他就教过我这样吃的 这一碗是我和老婆的一半的 她在女儿那里 夹了这些汤 很棒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但是 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个汤 然后 再回来吃一些辣椒 辣椒油 不算太辣 也未够过女儿这碗汤 她已经开始有点顶不住 这个是什么汤 这个真的很辣 金汤肥牛 喝了女儿 在这里还在辣 这里 我继续吃这个 吃完 再和大家慢慢到这个阶段 尋补游戏 开始了 这里是有鸩鸩蛋 因为它要用热力 让它煮熟 但是就是未熟 以前吃的 鸩鸩鸩 面头那一层油 很厉害的 这些就应该改良 至于中午我没有吃到饭 原因 所以我又叫多一份蒸饭 这个是蒸鸡 炸鸡 扒的饭 有少量的生菜 还有下面这个最吸引我 你看看 蒸饭挺漂亮的 是施苗的 先试试鸡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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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种炸鸡扒 不是煎鸡扒 不是煎鸡扒 煎鸡扒是脆的 炸鸡扒是脆的 炸鸡扒是脆的 哇 很脆 我很喜欢这个鸡扒 它是近乎我最喜欢那种 煎到皮很脆的 但是它整块都是脆的 很脆很脆 再换一下角度 看看 中间的鸡肉 都很嫩的 很嫩的 不是很新鲜 第二 饭是不嫩的 先试试鸡扒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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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滑鸡煎鸡肉 我也是很喜欢的 如果再有河叶 就一流 不知为什么 现在越来越少 小饭店 小食店 很少河叶蒸饭 以前很多 都有 没有以前那么多 要稳 以前很像空鸡 现在要稳 鸡是滑的 没有怎么醃过的 有骨有肉 配饭就最好了 尤其这部分有汁 好 那我们又吃饱饱了 也是时候回家 荒村半日之旅 到此结束 要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